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 万润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个亿到3个亿到10个亿 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个亿 来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 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企业能够 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血印爆发了 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 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必镇压 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 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 岳阳电话 我是武阳